一分钟好成语 扑朔迷离 典故说明 古乐府诗里有一首《穆兰师》 叙述一位女子代父从军的故事 这个名叫穆兰的女孩子 有天在织布时 突然停下来叹气 烦恼着日前朝廷下了征兆令 要召她父亲上战场 穆兰觉得父亲年事已高 可能无法承受战地生活 而家里也没有哥哥可以带父亲上战场 于是孝顺的穆兰决定自己女扮男装 带父亲去从军 在军中 穆兰凭着坚忍不拔的精神 过了12年都没被发现是女儿生 还建立了不少攻击 凯旋归来后 他婉拒了君王赏赐的官位 只要求能回乡过原本的生活 穆兰回到故乡后 家人非常高兴地迎接她 她回到房间 脱下军装 换回女儿装 出来与同袍见面 大家都惊讶得不得了 这个在军中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 竟然是个女孩子 穆兰师最后以兔子来比喻这段女扮男装的骑士 在平常时候 兔子是很容易分辨此熊的 熊兔脚扑朔个性比较好动 脚会不安分地乱踢 而此兔也迷离个性比较近 常将眼睛眯起来休息 但两只一起奔跑时 是很难分辨此熊的 后来扑朔迷离这句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形容事物错综复杂 难以骤然明了真相 易用于形容景色迷蒙 今天学会扑朔迷离 成语轻松听 文学好素养 欢迎订阅成语说成语